当时24日报道 7月21日 参加2016国际军事比赛的中国参赛部队 已经抵达莫斯科附近的塔曼部队驻地 同时搭乘列车抵达的有5辆96改型坦克和4辆步兵战车 此次中国派出的最新型的96改型坦克 身披炫酷的迷彩造型一经亮相 立刻引发了外界大量关注 报道配发的画面显示 此次参赛的96改进型坦克 喷涂了以黄色为主色调 少许绿色点缀期间的沙漠型迷彩 这与前两次参赛的96A坦克的绿色迷彩涂装完全不同 是首次亮相的新型迷彩涂装 据报道 2016国际军事比赛将于7月30日至8月13日 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举行 共设包括坦克两相和苏沃洛夫突击等23个竞赛项目 中国代表队将参加其中22个项目的比赛 据悉此次比赛共有来自20个国家的130个代表队参赛 报道称作为2016国际军事比赛的重头戏 此次坦克两项的比赛场地位于莫斯科郊区阿拉比诺训练场 中国代表队抵达后 马不停蹄地展开了针对性和适应性训练 画面中新型96改坦克风驰电掣般的出入水池 激起数米高的浪花 据报道参加比赛的中国代表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战术准备 据报道即去年使用96A型坦克参赛并取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后 中国此次派出的是最新式96改型坦克出战 报道称此次坦克两项竞赛的基础车辆仍然是额制T72坦克 中国代表团则仍是唯一一个使用国产坦克参赛的代表队 报道称此次亮相坦克大赛的中国最新式96改型坦克 是96A型坦克的最新改进型号 据悉这也是该型坦克的首次公开亮相 据近日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 数量96改进型坦克以及各型军车经由铁路运输 途经俄罗斯某地火车站 照片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 新型96改进型坦克的外形 与中国现役的96A型坦克十分地相似 同时坦克的动力仓和新型履带等细节 在照片中也清晰可见 对此有评论称 新型坦克可能已经安装了新的动力系统 发动机功率可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这对提高该型坦克的机动性意义重大 有评论称 中国此次参加坦克大赛的96改进型坦克 将成为俄罗斯T72B3的强劲竞争对手 而换装了新型坦克参赛的中国队 将是角逐比赛冠军的热门队之一 有评论称